大家好,从这节课开始,我们来学习文件及目录操作 那么在前面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操作的这个数据 都是用变量来进行保存的 那么它们就被存储在了内存当中 这样呢,我们操作起来就会比较快捷 但是这些数据当程序运行以后,它就会被回收 如果我们还想再利用,那么就得重新运行程序 有时候呢,我们的数据会比较多 像是这个蚂蚁庄园的动态信息 我们想要重复利用,就需要把它们永久的保存起来 那么一个新的概念呢,就引入进来了 这个概念就是文件 对于文件呢,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在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当中呢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内容 这些都是文件 那么为了方便查找 对于文件呢,一般都会存放在文件夹当中 这个文件夹呢,也称为目录 它下面可以放置很多的文件 像是这几个,都是文件夹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同一类型的 或者同一作用的文件放置在一个文件夹下 就像这样 这些呢,就是文件和目录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Python当中呢,它提供了操作文件和目录的相关技术 下面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对它进行介绍 首先是进行一些基本文件操作 像是打开、读取和关闭文件等等 然后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使用标准模块当中的OS模块来进行目录操作 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些高级文件操作 我们先来学习基本文件操作 那么在这个Python当中呢,它内置了文件对象 可以进行基本文件操作 这里面的基本文件操作呢,主要是指打开文件 写入文件内容 读取文件内容 以及呢,关闭文件 那么它们之间的操作顺序呢,是这样的 首先是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以后呢,可以向这个文件当中来写入内容 也可以从这个文件当中来读取内容 写入这个文件内容以后呢 我们需要关闭文件 或者是输出缓冲区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在后面的视频当中会详细讲解 那么在这个读取文件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关闭文件 但是呢,这不是必须的 也可以不关闭 因为呢,这个Python它有垃圾回收机制 可以自动的将其销毁 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五种基本文件操作方法 首先是创建和打开文件 然后是关闭文件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在打开文件时使用位子语句 还有这个写入文件内容 以及呢,这个读取文件 下面呢,我们就来先学习一下创建和打开文件 要创建和打开文件呢 我们需要通过内置的open函数来实现 就是这个open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语法 首先是关键字open 然后跟一对小括号 在这小括号里面呢 它可以有三个参数 后面的这两个是可选参数 第一个呢,是用来指定要打开或者是创建的文件名 第二个呢,是用来指定文件的打开模式的 如果把它设置称为r,就表示止读 设置称为w,就表示止写 设置称为a,表示追加 那么这几个模式呢,它是基本的模式 它们可以和加号进行组合 表示呢,具有读写权限 另外呢,在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操作文件呢,都是以纯文本的形式来进行操作的 如果想要以二精致格式进行操作的话 可以和这个字母b来进行组合 比如说呢,指定为rb 就表示以二精致格式来打开文件 并且呢,采用止读模式 这里面呢,我们只是简单的来总结一下 具体的作用呢,在这个表格当中列出来了 这个r呢,就是以纸读模式打开 这个rb就是以二精致格式打开 并且采用止读模式 一般用于非文本文件 比如说这个图片或者是声音 就可以以这个二精致格式来进行打开 如果呢,设置称为w,就表示止写 那么这个表格呢,大家课下呢,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里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open方法的语法 这里面第二个参数呢,我们也已经介绍完了 再来看这个第三个参数 它是用来指定读写文件的缓冲模式 如果设置为0的话,就表示不缓存 设置称为1,表示缓存 要是大于1的话,那么就设置的是这个缓冲区的大小 这就是这个open方法的三个参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返回值 它的这个返回值呢,是一个文件对象 对于这个文件对象呢,在稍后我们要学习的删除文件 写入文件,还有读取文件,都需要应用到这个文件对象 所以说呢,这里面在我们创建或打开文件的时候 需要返回这样一个文件对象 这就是这个open方法的基本语法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里呢,我提前创建了一个demo文件 在这个demo文件当中,我们来应用这个open方法 打开一个文件 对于这个要打开的文件呢 我们现在设置它是不存在的 随便写一个 首先我们指定一个文件对象的名称 这里面写上file 然后是让open方法 一对小括号 我们来指定它的第一个参数 要打开的这个文件名 这里面我们指定一个文本文件 cdatus.txt 对于这个文件 在我们的这个demo.py所在的目标下呢 它是不存在的 一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之后呢,第二个参数 打开模式 我们设置成为r r表示的是r 指读模式打开 并且呢,打开的是文本文件 那么,这个就是啊 打开文件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我们看 出错了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这个demo文件相同的目标下呢 我们并没有创建过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目标看一下 这就是E盘Python目标下 它只有一个demo.py文件 并没有我们要打开的这个status文的文件 那么怎么解决呢 这时呢,有的同学可能已经想到了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可以试一下 先复制这个文件名 之后呢 到这个Python目标下 我们来创建这个文件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新键 文本文件 设置这个文件名 status.txt OK 我们再来运行程序 这回呢 它就没有报错 那么就说明了 我们的这个文件呢 打开了 那么这种方法呢 我们是通过 手动创建要打开的文件实现的 除了这种方法呢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 不需要手动创建文件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删除掉 大家看 在我删除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显示 操作无法完成 因为这个文件已经在Python当中打开了 这里面我们需要进到这个PythonShare当中 然后来把它关闭掉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错误 主要是因为这里面呢 我们打开文件之后 并没有把它关闭 已经打开的文件对象 我们再把它删除 它就是不允许的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回就可以了 我们说了 既不想要手动创建文件 还不想让它出错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创建呢 把这里面的这个R 修改成为W W呢 它表示直写 我们再来试一下 修改成W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创建文件 再来运行程序 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它就没有包错 那么我们再到这个Python目录下来看一下 status.txt 这样呢 这个Python呢 就自动的为我们创建了这样一个文件 这里面我们使用的是这个W参数 其实呢 除了这个W 还可以设置成为W加 或者是呢 设置成为A 以及呢 这个A加都可以 课下呢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里面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场景 在这个蚂蚁庄园的动态栏目当中呢 记录着庄园里的新鲜事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要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来保存这些新鲜事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代目文件 在这个代目文件当中 把这些代码删除掉 然后我们来写新的代码 首先呢 写一个提示 print语句 这里面我们先写一个换行符 放N 然后写上 10个等号 这里面可以使用 乘以10 就表示输出10个等号 这在前面视频当中呢 我们已经讲解过了 然后输出这个 蚂蚁庄园动态 后面呢 再跟上10个等号 还是乘以10 OK 这是提示信息 之后呢 我们就来应用这个open方法 来创建一个文件 把它保存到 file居项当中 open 指定这个要创建文件的名称 这里是 message.txt 然后指定这个文件的打开模式 这里面写上 w之写 就是让它自动来创建这个文件 之后呢 我们再来输出一个提示信息 ment -n 换行 然后写上 即将显示 一个上个号 再写个-n ok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我们看 这里面显示 蚂蚁庄园动态 即将显示 那么它为什么没显示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主要是因为呢 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创建或打开了这个文件 并没有像这个文件当中写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文件呢 是否创建成功 这里面我们打开 一盘根目录下的 Python子目录 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 message.txt 我们看 这个文件呢 它的大小是 0kb 也就是创建了一个空的文件 在这个文件当中 还没有任何内容 现在呢 我们就向这个message.txt文件当中 来写入内容 双击打开 然后我们写入中文的汉字 相信自己 OK 保存文件 Ctrl S 我们看 这里面呢 它提示了 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 进程无法访问 这里面我们取消 这就是因为呢 当我们通过这个open方法 打开文件之后呢 它并不会马上自己关闭 虽然说呢 这个Python 它具有拉低回收机制 但是它并不会马上关闭掉 那么这时呢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关闭这个PythonShell 这时这个文件就会被释放了 我们再来保存文件 OK 这回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来在这个代码当中 加入一行代码 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里面呢 我们来使用这个print语句来进行输出 输出这个读取到的文件内容 File加read 对于这个read的方法呢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 我们会详细进行介绍 这里面呢 大家知道 它是读取文件内容的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要读取文件内容 就不能把这个文件的打开模式 设置称为w 这个w呢 它是直写的 这里面我们把它设置称为r 我们来运行程序 保存文件 F5运行 我们看 这里面呢 它就显示了 我们写入的这个文件内容 相信自己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文本文件 对于这个文本文件 它默认采用的是 gbk编码 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 选择文件菜单下的 另存为菜单像 在打开的这个 另存为对话框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有一个编码 这里面显示 nsi 它表示的就是gbk编码 这是中文汉字编码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查看它的这个编码 那么现在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文件 采用utf8编码 我们把它进行修改一下 修改成为utf8编码 再保存文件 替换 之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程序 看一下 它还能不能正确读取 这个文件内容呢 我们看 这里面呢 它就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的意思就是呢 它想以这个gbk编码 来读取这个文件内容 但是呢 它读取出错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文件内容呢 它是以utf8编码 来进行保存的 所以说它就会出现 这样的编码错误 那么这个python 它能不能读取这个utf8编码的 文本文件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在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给它指定一下 这个编码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encoding这个属性 来进行指定 让它等于 utf8 这个是打开文件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程序 OK 我们看这回呢 它就显示了这个文件内容 它读取的就是utf8编码的文件内容 OK 这就是以纯文本的形式来打开文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以这个二进制形式来打开文件 实际上呢 对于这个open函数 它不仅可以以文本的形式来打开文本文件 还可以以这个二进制形式来打开非文本文件 像是这个图片文件 或者是音频文件等等 我们都可以以这个二进制的形式来进行打开 比如说呢 我这里面有一个图片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图片文件 这样的一个图片文件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以这个二进制形式来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来编写代码 在这里面 对这个文件来进行修改 这里面呢 我们来修改一下 把这个文件名修改成为 我们现在的这个picture.png 然后是以二进制的形式来打开 设置称为rb 这里面设置这个编码的代码删除 这是以二进制形式打开文件 之后呢 这两行代码我们把它注释掉 然后呢 我们来输出这个文件对象 OK 运行程序 我们看 这里面呢 它显示的结果是 buffer的reader这个对象 对于这个对象 它生成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应用 其他的第三方模块 来对它进行处理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对象 那么就可以把它传入到第三方的图像处理库 pil的image模块的open方法当中 以便来对这个图片进行处理 比如说调整大小等等 那么这就是以二进制形式来打开文件 OK 关于创建和打开文件的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